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稍微谈多一点点的这个课题 我们稍微聊四个课题 其中有一个会稍微带过 因为它跟我们今天的民调有关 讲的就是凯里刚上疫苗 反疫苗的这个人士 对着这个反疫苗组织 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是 凯里vs反疫苗组织 你比较倾向哪一方 第一就是凯里 第二就是反疫苗组织 第三呢 两个都不支持 所以你的看法是怎样 赶快在脸书的民调进行 把你的这个感觉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那么我们第一个要谈的是这个课题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 第二个课题就是 提马国产威士忌 现在不懂有人一边看节目 一边喝威士忌吗 如果有的话来秀秀 那么第三呢就是 纳吉夫妇成功获得 他们的这个护照 要去新加坡看他们的孙 应该是孙女吧 不懂是男孙还是女孙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 马六甲跟沙拉越的这个周旋 好 把今天的嘉宾请上来 胡毅山博士 大家都很爱的胡博士 大家好 OK 来 胡博士 我们先聊第一个比较简短的 就是反疫苗组织跟凯里康桑勒 OK 胡博士的这一个 谢谢 OK OK Sorry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没事 OK 好 那么其实这个课题呢 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他对上的 不仅仅是反疫苗的这个组织 而且反疫苗的组织坦白说 从今年2月3月当我们启动国家 启动这个疫苗注射计划的时候 就陆陆续续有了 他现在对上的是两种人 第一呢就是反疫苗组织 而这些组织的人 人数我相信不多 但是声音非常响亮 而第二个呢 就是扛上了这个安华 因为凯里说 如果没有打针的人 如果你是身体好 不是因为医药的原因而不打针的话 会让你的生活很难过 make your life difficult OK 那么这一句话呢 就被安华批评为说 你是高傲 你是傲慢 你是蓝席 蓝席是我讲的 他不是安华讲的 那么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呢 当然凯里还是站稳他的立场 他是说 这个东西必须要推行 就以整体国家 以大众人民的这个利益 那么一些反疫苗组织 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说在马来西亚的 反疫苗组织的人士是有 但是他并不多 他不像是一些欧美国家 就是他们会动员 会制造舆论的这个压力 然后会向政府施压 甚至好像是这个欧美 不论是澳洲还是其他国家 甚至走上街头示威 说哇 你不可以逼我打疫苗之类的 那么这一些人可能是很重视 自己的这个人权 自己的这个选择权 我的身体是由我来做主 那么不应该由国家来帮我做决定 那么在马来西亚比较有争议 或者是引起民众关注的呢 就是在槟城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他没有打疫苗 然后他确诊了之后 他就在ICU 然后在ICU的某一天晚上 他就跟反疫苗组织的人 一起做线上直播 而这名患者呢 他也承认说 我就是没有打疫苗 而反疫苗组织的人呢 就在线上讲说 你看他没有打针 他现在确诊了 他的状态还是很OK啊 也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啊 但是过了几天 这一名人凶呢 他就不幸的病逝了 所以这一个事情 当时啊 应该是几个月前 就引起了很多 很大的这个议论 同时呢 也把反疫苗组织人士的那些声音 给压下去了 那么现在似乎 又有另外一股的这个声音出来 但我始终觉得 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政府在这个课题上 站稳的立场 包括对公务员说 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 你不打针的话 可能我会把你给transfer掉 或者是炒你鱿鱼 所以可能就不再是这个铁饭完了 如果你真的不打针的话 那么胡博士 你曾经在欧美多个国家 游学 已经熟悉 以及熟悉他们这些国家的情况 那么这一些国家的那些 anti-vaxxer 他们是不是 真的是很 很worker 就是很批判性 而且是不是很多就受过高生教育的 觉得我的身体应该由我来做手 不应该由国家帮我做决定 看来的确是这样 谢谢志峰 你看好像在美国 甚至有一些州 他们的这些州长 州长等于是我们的州大臣 首席部长 带头来讲不要打vaccine 或者是自己即便勉强去打了 然后对于州里面那些不打的人 也没有手 也让他们继续走动 当然这种东西 其实坦白说 你打不打vaccine 你自己喜欢 我讲到不客气一点 真的是你死你的事 是不是 问题是你不打vaccine 你会提高我的被传染率 是不是 所以我也不是很想特别去干涉你 去逼你打vaccine 问题是你不打 会使到我被传染的机会提高 这一点我就活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来逼你去打了 是不是 所以的确在欧美 在澳洲 假如没有记错 真的是上街跟那种镇报警察 好像我们以前是讲 Bersi上街为了争取民主 他们敢敢为了争取 不打疫苗啊 然后上街也是跟警察水泡车 什么都来的啊 那种催泪弹啊等等 在澳洲 在美国 在英国 好像有出现这种这样的状况了 是不是 所以即便坦白说 我自己也在美国念过书 也很崇尚美国的自由民主等等 对于这样的 就是说 首先对于自己以及家人不负责任 然后第二 对于你整体的 对其他民众的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也必须坦白说 站出来谴责了 包括凯里跟安华之间的这个争论 当然大家坦白说也知道 一向来我肯定是比较支持 进步的改革的那一方 是不是 可是就这个课题啊 我是支持凯里的咯 你不打vaccine啊 我会死到你身 特别困难 尤其要困难 因为你不打你会害到我 你知道吗 假如你害到你自己 我真的是 真的是你死你的事 问题是你害到我的时候 我真的会 甚至以凯里更严重的一些手段 我都会死出来 发款啊 监禁啊 什么都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安华 这样来批评凯里 这一点 我很少会这样来批评 真的觉得安华的这个批评 是不正确的 是不是 所以这种 就说这种打vaccine以否啊 坦白说我还记得 假如梅记错是大概5月的时候啊 开始传出会有一些人是不喜欢打vaccine的 是不是 你知道那时候啊 我看包括自封啊 是你啊 我啊 是不是 我们大家是 哇 一直在求神拜佛 几十轮到我打批评 是不是 怎么还没有轮到我 是不是 包括我啊 因为怕等不到 那个就说正式的 那个是 那个vaccine的 那个注册 注册的 以及注册的 那个排名 还赶快去 登记 那个那时候政府 推出来 这个叫做 Extra Zeneca的嘛 是不是 假如你可以跳 假如你注册Extra Zeneca 你可以快一点吗 是不是 我赶快去注册Extra Zeneca 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打的 当然也是Extra Zeneca 那么 为什么呢 就是怕等不到有vaccine 而那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面怎么样想吗 哇 这种人不打vaccine更好 他不打 是不是 那么我排名 会更浅一点 是不是 我们那时候还有这种 自私的想法 是不是 当然事后想起来 这个想法呢 也不是很对啦 以及你的 钦盆器有的传染 这种病毒的机会 就更高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当然也 还是必须继续的 呼吁大家 真的千千万万要 假如万一 还有没有打的啦 我相信大家都打了啦 你赶快要争取 这个打的机会 那么假如你是 比较幸运的 比我好命的四五月都打了 是不是 那么赶快政府 推出所有什么第三针 你也赶快去打了他 千万不要像我们这样 一直在等 等然后才终于打到 是咯 先讲到这里 对对对 这里真的要再次的呼吁 还没有打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 成年的人都已经打针了 那么还没有打针的话 或者是你身边 有哪一些朋友是 很比较开关 你要比较的 就是认为说 我的身体应该我做主 或者是有一些人是 比较有知识的想法 他就说 其他人来保护我们 而不是说 我们来保护自己 就是说通过别人 别人打针了 别人就不会感染 那么别人不会感染的话 那么同样的 我也不会感染 他们可能有一些 这样的想法 就是自己不愿意尝试 担心这个疫苗 因为疫苗不是100%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100% confirm guarantee 安全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还是再次 呼吁大家 如果还没有打针的话 赶快去打针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投票 这个 我们的这个民调的话 那么赶快去脸书的专业 去投票 好 我们来跳到另外一个课题 第一嘛 这个国产威士忌 我的感觉就是 我在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节目也提到说 这个真的是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胎 本来无义物 何处惹尘埃 那么他本来 他就不应该是一个课题的 那么突然之间 在上个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六礼拜年 突然之间就吵到 翻天覆地 那么 陈信党 我觉得说 陈信党过去被视为是进步开放中庸的 这个伊斯兰主义的这个政党 在这个课题上被很多支持他的人插说 他在这个课题上 陈信党在这个课题上的 坚决地迫使 避党走向更加的极端跟保守 因为他们不断去问伊党的领先 你什么时候去反对 你为什么没有捍卫伊斯兰的这个权益和利益 不过这个是陈信党跟伊党在这一方面的这个竞争 不过如果我们跳开政党政治的角度 确实这个课题是令我们感到很担忧 非穆斯林感到很担忧跟焦虑 这里有可能就要问一问胡博士 是因为你在沙巴 从沙巴 从东马 沙巴 沙拉越人的角度 会不会觉得说你们西马的人真的是很愚蠢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吵到这么大 这东西在我们东马 在我们Bonyo 完全不是一个课题 那么现在连一个Dima也会联想到 Fatima 哈利 其他什么妈妈之类的 东马的人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这个我真的很想要了解 我想东马的一些不管是朝野的领袖 是沙巴 沙拉越的一些领袖都已经表态了 这些穆斯林领袖可能都已经表态说 这个真的是你要喝就喝 不要喝就不要喝了是不是 不以为这个威士忌的这个名字 而知道你特别要喝或者特别的不要喝了是不是 不过我想这个之所以 这个课题之所以被炒作成这么高啊 可能主要也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议程在背后了是不是 那么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阿曼娜与这个回教党之间呢 因为阿曼娜以前本来就是为教党分裂出击的所谓比较 开明派啊进步派啊等等嘛是不是 但是坦白说啦政治是很现实的 那么绝大多数的马来选民呢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比较保守 比较呃更为宗教的这些政党也好政客也好啦是不是 所以阿曼娜在过去的好几年间 虽然在2018年也迎娶了呃好几个西位 没有记错可是就说他要真正跟这个回教党或是伊斯兰党一针磁雄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这个难度呢很大程度上就演变成大家要比较 谁比较呃捍卫他的这个宗教了是不是 所以就对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具有进步思维的人来说 这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但是政治现实就是你是要去比谁比较更宗教化 谁比较捍卫宗教是不是 所以那么这个阿曼娜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课题 他就也沉寂的拿来去所谓的调侃这个伊斯兰党啦 是不是说那你曾经讲你捍卫宗教这么厉害吗 又不见你出身啦等等啦是不是 那么坦白说我觉得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希望争取更多的这些 保守派的马来选民的支持啦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保守派马来选民是占了马来选民的绝大多数 至少是超过50% 我自己认为是至少是三分二 甚至到了四分三的这个程度啊 是保守马来选民 而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呃 弯性党阿曼娜呢 他必须争取这些选民的支持 以便比如说在下一届大选 他至少能够赢回他现有的议席 当然有更多更好啦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很不幸啦 这整个国家 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国家其实一方面是有认可的这个呃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嘛玩弄宗教与种族课题啦这个我不否认绝对有啦是不是在朝的多一点在野的有时候也有啦我不否认 可是呃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想我们常用这个去口头禅喔就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啊 现实就是即便这些政客们不玩弄种族与宗教课题是不是 就是因为全世界的这种越来越趋向呃伊斯兰化 就是说在伊斯兰呃国度以及伊斯兰的族群里面喔 全世界都是这样啊 他越来越趋向说他要有这个神权化的这种统治啊等等 而不只是限于马来西亚 啊那么马来西亚的我们的马来同胞穆斯林同胞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种国际上的整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泛穆斯林化 泛穆斯林宗教sorry泛穆斯林政治化的这种思潮的影响啊 啊所以就认为说呃就说不管我国是不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 啊他是要以这种就是说单一宗教单一族群来主导这个国家方向的发展喔 你假如任何一个马来政党啊你逆着这个潮流来走啊你很现实就争取不到他们的票喔是不是 而你假如顺着这个潮流来走呢 那么你就可能争取到比较多的票 所以为什么会有阿曼娜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很奇怪 你不是说你中庸怎么你好像是跟伊斯兰党进斗 谁比较呃就说更宗教化的这个呃现象了 那么这个呃迪玛这个这个名字了呃 坦白说那时候当他上个星上个周末吵起来的时候 嗯那么我我当然也想要我们作为评论也想要要要评论一下 但是又怕被抓我一种啊你只要一碰到种族宗教课题啊 可以随时以莫须有罪名啊把你抓起来的嘛 所以我只好在我的facebook那边以及各种社交平台上 我就用这个你知道其实天主教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呃现象 叫做the our lady of Fatima Fatima 啊圣母啊 这个是因为在19817年来其实在葡萄亚有一个地方啊 也叫做Fatima啊他们就发现有这个呃圣母玛利亚的这个显灵啦 有几个木童看到啦 然后所以这个现象叫做our lady of Fatima 啊 Fatima圣母的现象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总之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啦 then我就只好把这个字咯 our lady of Fatima就这样放在我的facebook上 大家做各种自我的诠释以防被抓咯 这个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真的是随时你碰到这种课题 还要找一个人来下手随时就是抓你的 是咯 我这样听你这样讲的话其实是有点悲观啊 就是你从国际的整个大趋势来看说都倾向于这个 呃穆斯林会比较更加的这个呃保守 甚至是排他 那么其实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过度过度乐观啊 我我虽然明白说阿玛娜没有办法取代伊党 至少我看至少在短期二十三十年内 除非是伊党自我崩裂啦自我分裂 否则的话他确实没有办法去取代伊党 但至少他应该摆出他城市 穆斯林或者是进步的 这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形象出来去争取 因为他跟伊党所争取的票源其实都不太一样 因为陈信党在东海岸两个州属 基兰弹跟邓加勒都输到完 ok 然后啊在西海岸因为有城市地区 有一些混合选区 所以他能够争取到啊非穆斯林的支持 相对的伊党在西海岸 但城市化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就没有办法立足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天下 再加上马来西亚的这个城市化的步伐 应该会越来越多 所以对陈信党来说 如果他能够继续坚持跟捍卫他的中庸进步的形象 其实他是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可能那个空间不是很大 但至少他有这个生存空间 那么如今他在迪玛的课题上 似乎在玩双面人的这个游戏 那么在非穆斯林就展现出中庸开明 然后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 就不断去捉捉这个PASS 不断去挑PASS 去刺激PASS 那么PASS被刺激到了之后 就要摆出那个立场 就是哇我是真的捍卫 然后巫统看到PASS 而巫统也说 嗯我也是很捍卫穆斯林的 我也是很捍卫这个伊斯兰的 那么结果整个论述 就往右派右倾的方向去发展 实在是可惜他不应该是 这一个形式的 不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不知道说最后他到底会 会怎样画上一个句话 因为在这个课题上 吵了一个星期 首相还没有针对这个课题发言 那么首相的一锤定音 其实是很关键的 或许首相也不想要去理这个东西 然后就让下面的人去吵 那么胡博胜你觉得说 首相会不会在试探的时候出手 还是说就让这个课题就自然死亡 OK可能我有几点补充了 第一每一个政党都有幻想的 包括现在我们即便不说诚信党 包括行动党都有幻想的 行动党有幻想讲 有一天他可以感动很多马来选民 可能也支持他 随着那你所讲 随着城市化什么什么 越来越多马来选民思维更为自由化 更为开放 可能有一天会支持行动党 更何况是这个叫什么 阿曼娜或是诚信党 所以他们即便他们现有的选民 是比较是城市的这些马来人 他们有幻想的 也许我可以reach out 就是说能够扩散到 这些更为乡区的马来选民 也许我能够使他们也支持我 至少赢多几个议席 可能也好 是不是 所以第一是有幻想的 然后第二 我跟你不同了 我是比较悲观的 我是认为 即便更多选民更为城市化 不代表城市化的选民 就会更为自由化 更为开明 更为进步 更为能够接受多远化等等 这是没有得好这样讲的 我觉得 因为我们看到 我忍不住还是要讲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例子 是不是 你看到好像前年 假如我们记错是2019年 在这个在哪里 斯里兰卡 发生好几宗严重的这个恐怖袭击爆炸案 有好几个都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被炸 是不是 被炸的这些 就说去全身绑上炸弹 然后自杀式的去炸这些教堂的这些人士 他们好像好几个好像绝大多数在英国读过书的 都是在英国读书回去斯里兰卡的 肯定是很城市化吗 而且来自富裕家庭的 你看这些人一样身体绑上炸弹去炸的 是不是 所以我不同意说坦白说 就说什么来到城市之后 接受更多资讯 然后更为开通 我觉得他觉得他接受的资讯 是他选择性要接受的资讯 包括 哇 internet这样给了啊 他就上这个互联网啊 去接受一些他认为更符合他的口味的这些更为极端的这些思维都有的哦 所以坦白说我是真的很不乐观哦 是咯 哦 sorry 手相一锤定音啊 手相我看 我希望他一锤定音了 我希望我错了 但是我认为他不会了 因为我们这位伟大的首相啊 是谁都可以做朋友的哦 反对党也可以做朋友 伊斯兰党也可以做朋友 谁都可以做朋友的哦 你如果将来 呃 就说做出一个决定啊 你就得罪朋友一或朋友二嘛 所以都不要做决定了 是咯 所以他的决定就是不要做决定 那么不要做决定的话 这个课题 就会一直吵下去 或者是被 直到被另外一个课题来盖掉 然后就让他自动死掉 自动 自动效应 啊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不应该 他真的是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发生 而且 他被无限上钢说 哇 然后其他的酿酒厂似乎也躺着中枪 比如说 Casper 或者是 GAB 现在改名叫 Hineken 我说你不可以开 不可以开那个酿酒厂 包括 陈信党的这个副主席就是 穆迦亦之前掌管宗教事务的 甚至还说 我政府应该要制定酒精政策 alcohol policy 哇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然后要照顾穆斯林的感受 这些 over了 我觉得这些是已经过了 很现实的 票多 因为 这些保守派 马来同胞的票实在很多 你看上一次2018年的选举 有77% 这个是Bernica Center的这个民调 的马来选票是投给 要不是巫统 要不是伊斯兰党 是不是 那么大家都认为 哇 假如我可以77%里面哪多5%都好 所以大家肯定是要争取他们支持 是啰 所以这个是 就比较悲观 听你这样讲的话 我可能我也要调整一下 我的这个乐观的这个期许 好 我们跳到去 所以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的Bosco 纳吉夫妇 那么他成功取回护照 然后就去新加坡 那么有一些人就担心说 他到底会不会跑掉 会不会潜逃 包括他的这个夫人会不会潜逃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纳吉他应该不会潜逃 他也没有必要潜逃 因为他多次强调自己在 1MDB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案件呢 都是无辜的 第一点 第二呢 他想要通过法律的途径 来还自己的一个清白 所以他过去一直强调这两点 无辜 然后相信法律程序 洗掉自己的这个鞋 那么如果他拿 他拿到了这个护照 然后他逃跑的话 那么对他来说是自打嘴巴 可能他的晚节不保 所以我倒觉得说他可能不会逃跑 不过当民众去质疑国盟政府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事情也跟政府没有关 因为判决说给回护照的是法庭 那么如果要去批评的话 应该要去批评那个法官说 为什么你批准让纳吉拿回这个护照 而不是怪罪在政府的身上 只不过民众很自然的 所有的东西都把矛头指向 就是因为你做不好 那么其实回到来这个拿回护照的这个东西 胡博士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有没有一些其他外国的例子说 一些国家的领导往往都是为了医病 然后保外候审 然后拿到护照出国的时候就不要回来 那么这个医病的理由是经常使用的 不过Najib现在不同 他现在是看他的孙 所以不是医病 那么你怎么看呢 首先当然因为我以前当过Najib的政治秘书 所以我只能够说 大家要相信我只讲的蛮总理的 是不是 而且我现在也没有跟他 他也不知道在跟他工作了 然后第二 其实这个答案都蛮明显了 Najib假如我没有记错是今天还是昨天 他公开说 ok给回我护照是很好 但是actually 我本来讲要去新加坡 我暂时不要去了 我要去马六甲租钱 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显示出 其实我的这位前老板Najib 看起来他还是有政治野心的 还是希望某一天 起码从他的脑海里想 有一天他可能还是能够继续返回政坛 然后甚至可能再一次的出任首相而已 是不是 如果假如是这样的一个前提 你如果是所谓的出逃 就好像他的那位好朋友 这个可以正式讲杀的好朋友 是不是 就好像他的那位好朋友 我们的伟大的华人之光 叫做Jolo同志那样 这样突然就失踪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不可能再有一个 所谓政治上的重返政坛 还想继续当首相等等 是不是 这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想他出逃的机会肯定是不大了 那么假如他不大 他太太也不好吗 他没有出逃 他太太出逃吗 这个好像 假如要重返政坛 这个也是讲不过去的 是不是 所以看起来 我觉得他们出逃的机会是 事实是不高的 但是当然 就说 你知道我是搞国际关系的 所以有时候忍不住 也要讲一些国际上的例子 是不是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几个例子 第一当然是1979年 又讲到了伊朗宗教革命的时候 那么伊朗的沙王 他看到自己形势不对 他自己就先乘飞机 就先逃跑 逃跑可以讲 然后伊朗就成功的发生宗教革命 然后变成现在有些人的伊朗政府了 然后那时候沙王逃跑之后也很惨 我又先到埃及 然后又到美国去到哪里人家都不要他 是不是 然后结果他身体有cancer 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那么另外一个我很深印象例子 我不敢说我现场有观察到 但是起码看CNN有现场看到的 假如我们记错是1986年 这个菲律宾的总统马可斯 那时候也是这样 他那时候名义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么大家都起来推翻他 然后美国安排一架自身机 把他运到在菲律宾的美国基地 然后从那边再乘美国的军机 一直到这个关岛 我印象中我自己脑海中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 就是马可斯夫妇他们到了关岛 马可斯下飞机的时候 那个很狼狈很疲倦的情况 就让我产生很大的印象 就说你看做杜裁者的后果就是这样 是不是 结果他流氓国内 那么后来我自己比较幸运 大概在20年前 我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的联合国总部有工作 那么有时候盘晚下班之后 也到日内瓦湖附近 就旁边湖边 还有很多酒店 有很多一些咖啡等等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那边坐下来喝一杯酒 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同事一起去 这个同事是来自伊朗的 然后这位同事 他就指着大概隔两座的一位年老的一位先生 他就想你知道那个是谁吗 我大约看那个人样子也像伊朗 肯定是什么伊朗人 这样是我们伊朗以前的石油部长 这个人应该也是当初跟着这个沙王所谓出走 然后结果就在任内瓦就住下来 在那边喝咖啡 所以坦白说 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出走呢 很多时候 一方面是他们自己怕被驳害 就是说换了新政府 是不是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仍然在他们原本的国家 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好像我们邻国 也是出走也是没有回去 他的妹妹 也是做过总理 也是没有回去 因为他们还是拥有很大的这个权力 反而是当就是说新的那个政府 怕他们假如留在国内是不是 会影响这些军队或者是他们的支持者 那么有一天可能翻盘 他们又做回总统总理等等 所以这些他们取代他们的这些新政府 反而是找尽借口 赶快赶快你们赶快走 是不是把他们赶走 以便他们不能够翻盘 那么在我国的现实之下 我看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 我们虽然就说换过几次政府等等 可是我不认为说 比如说Najib或是Rosma 他们的势力是大到可以随时可以翻盘 推翻现有政府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看现有政府也不会说特别的想要他们走 那么你要去探你的这些女儿等等 不是去探 而他们自己尤其是Najib 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政治野心 不过他这个政治野心也不是 不是说想要通过什么推翻现有政府 是不是 他是希望在下一届大选里面 可以比如说赢到很多议席 然后重新作为政府 那这个是很合法的手段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现有政府也不特别想要赶他走 那么他自己看起来也并不是很想走的情况 那么他出逃的这个机会可能是比较渺满的 不过马来西亚也没有发生过这种领袖出逃的情况 我印象中是没有 因为马来西亚的政局是相对的稳定 不像邻国比如说这个泰国 一直东当一直红色 一直红色黄色红色黄色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那么我们过去60年都是蓝色 然后只有短暂22个月的红色而已 那么现在就算Burikatan也是蓝色 只是浅蓝或者深蓝而已 所以没有这一方面的顾虑跟这一方面的隐忧 只是纳吉其实我想延伸你刚才提到的就是 纳吉他还想要继续在政坛发挥他的影响力 其实对他来说他已经到了政治的巅峰 就已经是首相了 他还能够继续往上升吗 也不太可能的吧 那么倒不如安享晚年寒衣弄孙 哇你这句话你要跟他的 可以说是他的父辈甚至主父辈的这位 我们也是前首相马哈迪讲了 是不是 我觉得坦白说 假如没有1MDB 当然是有 不过假如没有 是不是 我国两位就说比较有眼见的首相 应该也就是马哈迪跟 纳吉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说这两位比较眼见 他们觉得这个国家这种现状是不行的 他们都想要改变这个国家 然后当然他们有不同的这些所谓要改变的这些意见 等等 是不是 所以 当然 纳吉因为发生1MDB 所以没有办法了 官司产生 是不是 可是 除了1MDB之外 我想 纳吉的心里面 他跟马哈迪是一样的 认为 我们中文有一句叫什么 壮志为仇 是不是 认为 假如给多我几年 我会把这个国家报转到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 Najib有这种想法 马哈迪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 所以我们做选民的 也就只有看我们同不同意他们的这种想法 什么时候 对 政治人物尝到了这个权力 所以有些人讲说权力是个春药来的 那么你尝到了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停下来的 OK 好 那么这里再次呼吁 如果你还没有进行这个民调的话 那么赶快去脸书去投票 题目就是凯里扛上了反疫苗组织 那么你的这个 你不要倾向哪一方 就是凯里vs反疫苗组织 你是支持凯里 你是支持反疫苗组织的 还是你两个都不支持 你选择中立 不过不应该要中立 在大师大飞的课题面前 总该有自己的立场的 好 那集的课题我们聊过了 现在来聊马六甲跟沙拉越的周旋 我先不谈马六甲 因为马六甲确实很多人谈的 我是想聊一聊沙拉越 那么沙拉越的周旋 根据我的这个理解过去三天 确实来自沙拉越的媒体圈的朋友 就很 那种感觉就是 真的是要来了 甚至还给到日期说 11月几号几号要宣布说 要解散周月 其实他周一会已经解散了 6月的时候已经是解散了的 那么现在是看守政府就说 真的 只是等国家元首等阿公罢了 如果阿公会点头的话 就马上要进行周旋了 要等马六甲之后 马六甲是11月20号 所以就有些就讲说可能是22号 11月尾或者是12月尾 那么他们提出来 今年选的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要赶在Undi Lappenblast落实之前 因为GPS担心说如果Undi一定落实之后 大家都没有办法掌握这一群 18到21岁的这些年轻人 因为你一落实的话就是 选民自动登记 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投票倾向 他们的政治倾向 看他们政治选择到底是左右中间还是回家睡觉 大家都不懂 所以这个GPS敢在Undi Lappenblast落实之前 就是今年底之前 赶快选掉 这是第一点 而第二点呢 就是疫情有关了 就是说已经是打了两针 然后再加上现在沙拉越已经开始了 第三针的 第三针的这个Booster的这个JAP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可以 可以管理的这个疫情方面 那么还有勉强的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GPS也是等不及了 其实他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是备战了 所有东西都差不多准备好了 只差还没有印Poster罢了 所以至于这三点呢 那么沙拉越的这些媒体朋友 跟一些关心沙拉越政治的人就说 很可能会在今年底之前 就会要来一场沙拉越选举 而且沙拉越的人 有他们的想法 就是他们不想要跟联邦一起选 总之中选就要分开 就不要跟联邦一起选 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 如果再加上这个不要跟联邦一起选 就这四个原因 普遍上的感觉就是 真的要来了 真的要来了 那么胡博士你怎么看呢 首先你要不要举行这个选举 也根据沙拉越首席部长的说法 其实也在决定权在联邦的手中 就说因为这个沙拉越紧急状态 是到明年的2月嘛 是不是 所以假如联邦政府所取消这个紧急状态 比如说下个月取消了 那么很自动的 因为沙拉越的这个周议会 已经在6月 好像你所讲的自动解散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呢 沙拉越就必须的确是在60天之内 要举行这个选举咯 所以决定权其实是在联邦的这个手中 所以沙拉越首席部长 假如他认为想要选举 他必须要跟Ismail Sabri谈 说你赶快把那个 紧急状态结束掉 我们可以选举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呢 很坦白说 不管是 比如你刚才所说 11月选12月选 Undi18以前选 或者是明年财选等等 是不是 那个结果我已经可以跟你讲的 现有这个沙拉越的执政联盟 仍然会是 至少是胜 我相信是狂胜 是不是 比如说70多个位里面 他们现在好像70多个位 还是80个位 那么至少 82 那比如说82里面拿到50到60个位至少 可能更多 是不是 这个已经超过三分二了 然后 第三 我认为 这个 所谓的Undi18 或者是自动登记为选民 其实对 现有的这个沙拉越的执政联盟影响不大 影响比较大的是可能两点 第一 他们不希望这个黄顺科 以及这个叫Balubian 所联合领导的这个叫做 沙拉越 联合人民党 PSB 就是说不希望PSB有更多的时间做大 是不是 因为这个我看是唯一能够对沙拉越的现有的执政联盟 带来影响的一个反对党 是不是 因为现在很坦白说公正党在沙拉越 我希望我不是讲到太不客气了 可是我觉得是荡然无存了的 自从他的那个领袖 就是 也是我的朋友 Larry Larry 我不是要故意讲摔Larry 自从Larry过档之后 我看整个沙拉越的这个 这个公正党是 现在是一盘散沙 行动党方面可能会比较好 可是也没有以前那种什么12支火箭射入 州议会的那种高潮了 是不是 所以唯一的真正带来影响的是这个PSB 而你拖的越长 PSB就更有机会去做各种的活动 然后使他们更让更多的选民知道了 是不是 然后另外一点是我觉得 其实其实刚才也讲过了 Windy 18或自动登记选民可能影响不大 比较能够产生影响的 不过我看也很难发生的 是就说比如说选举委员允许任何不在沙拉越的选民 都能够邮寄选票 这一点可能有一点点的影响了 因为可能在西马的一些比较看过 不可以这样讲 好像侮辱人家 就说比较接触更多的民主自由监禁不思维的选民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投反对党的票 所以可能会带来一点点的影响了 否则坦白说 不管你是18岁或是80岁 假如你是在沙拉越的比较偏远的地区 所以可以带来更多的交通 更多的干净的食水 更多的这些 就说各种的基础设施的发展 你就投税了 而通常这个就是沙拉越的执政联盟 那么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是 PSP确实 但是一些沙拉越的朋友都认为说 其实希盟在沙拉越其实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因为公正党已经是整个组织瘫痪了 不仅仅是Larry Song离开 那么之前他的几个国会议员也跑掉 巴鲁比亚也走 然后这一个Larry Song也走 然后他骨干的人包括施志豪 就是巴鲁林兰的州议员也离开了公正党 所以希盟是三个成员党 就是公正党 诚信党跟行动党 那么诚信党在沙拉越是不存在的 所以只有一个行动党 那么行动党的 它的影响力也稍微有限 就是在城市地区 就是北沙 中沙跟南沙 这三个地方而已 那反而 反而 行动党也是多元组织 反而 这个PSP黄顺葛跟巴鲁比亚 这一个组合 它能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 他们也希望说能够带来两股反风 第一就是城市地区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反风 另外的呢 他们希望大亚的这个社群里面 也会有这个反风 那么胡博士 你是来自东马的 你感受到你沙拉越的这些朋友 特别是这些大亚或者是一般 他们的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 sentiment是怎样呢 他们对GPS 会不会说他们认为GPS其实做的还还不错 不至于说太糟糕 虽然没有100分 但勉勉强强还及格 他们可能会选择熟悉的魔鬼 而不是陌生的天使 没有啦 没有什么及不及格啦 谁能够带来发展 讲到更直接一点 谁可以派钱我投谁的票啦 不用去不要去 不要做出一些无谓的幻想啊 很奇怪的 那些人很喜欢做出一些无谓的幻想啊 认为在沙巴沙拉越的乡区啊 你只要小知语役啊等等啊 从此他们思维会更为开发 不要去幻想 你要斗就斗派钱 不用不用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是不要去做幻想啊 你派的钱比他给他就投你 你的票就是这么简单 沙巴也是这样 沙拉越也是这样 不要去作为幻想 城市不同啊 城市 就是说城市的选民 跟西马的城市选民 基本上是一样的 会比较有正义感啊 要投不贪污的一方啊 希望能够带来改革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可以看嘛 比如说在沙巴去年9月的这个州选举 那么城市选民啊 尤其是华人啊 94%是投给 呃就说要不行动党 要不挖沙拉越 那边嘛 是不是 至于有一些 哎呀 不要 也是我好朋友 全部都是好朋友 ok 有一些 呃 常常说要争取沙拉越 争取沙巴 什么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权力等等的领袖 是不是 第一到最后他们也是跟西马的这些 呃 政党合作的 ok 然后第二最后也是跟这些西马政党 也是组成联合政府的 所以 所以 他们讲什么争取沙拉越权力啊 等等啊 沙巴权力啊 啊 你听听就好了 因为是朋友笑笑咯 是不是 嗯 所以你你不认为说 MA63 MA63的这个课题 会在沙拉越州选献起很大的 这一个 呃 讨论他不会是 沙州人民关注的课题吗 没有如果是在沙拉越 如果是 呃选民 呃 对这课题产生共鸣啊 不是更加投资政党咯 因为执政党整天 做宣传做的很厉害的嘛 讲什么我们又为沙拉越争取到A 又争取到B啊 等等啊 可是到最后他也是支持这个联邦政府的 是不是 所以 看咯 看咯 呃就说 就说你 就说在沙拉越的现实之下 即便你说 哇 会这个 MA63的课题会引起共鸣 那个共鸣最后也是有利益这个执政党的 是咯 嗯 嗯 所以因为现在有新闻有报道就说 呃 这个改革的修改里头的一些线里面的一些文字的东西 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就会有进展或者是有一个定夺 那么出来之后呢 可能 GPS就可以 Claim Credit 就是说 你看 那我刚刚 在我的领导之下 啊 是咯 我刚刚不讲咯 你这个MA63炒得越高 他越popular 是不是 所以 可是到最后啊 他还是支持 这个 呃 有回教党在里面的啊 是要把这个国家变成 呃 强烈的宗教化的这个政府啊 他是有回教党在里面的一个政府啊 哎 沙拉越是这里面是支持的哦 啊 不要忘记这一点啊 嗯 所以 就说你这个所谓MA63啊等等啊 我就讲咯 讲来 听听下啊 啊 因为是朋友 然后笑笑就好了 千万不要太认真 就算争取到 我讲到更直接一点啊 我身为东马人 就算争取到MA63所有的这个权利啦 是不是 权利拿回沙拉越或沙巴之后啊 你认为会是给我吗 会是给我胡一山以及胡一山的朋友们吗 肯定不是的吗 肯定是他们这些 领袖们自己就敬带了的吗 毫无疑问的 千万不要去怀疑 所以是看你要进联邦的带 还是要进这些州的领袖的带呢 你自己选哦 OK 总是会进你带啦 千万不要有幻想说会进你带就对了啦 OK 来 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民调的成绩 凯里vs反疫苗组织 就是你比较倾向哪一方 成绩是一面倒的凯里71%支持凯里的 那么支持反疫苗组织的呢就只有7% 反而有22%的是讲说我两个都不支持 有22%的两方都不支持 那么其实你对这22%会不会有惊讶 我反而会觉得有点惊讶 就是22%是两边都不支持 我当初还没有看成绩的时候 我就认为说可能会超过60%是支持凯里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反疫苗组织 反而两个都不支持的选项可能是最少 但是现在两个都不支持的选项是22% 一个71一个22 而这一个这个这个投票出来的结果 当然他不能够代表马海下 但至少能够代表新生活报的这个网民的看法 你你你会觉得惊讶吗 一点点惊讶啦 不过就是说也不意外啦 就是说支持凯里的肯定 肯定是虽然没有压倒 可是接近压倒的大多数啦 是不是 那么那些迟迟不打疫苗人士的 哇你们这7%啊 你们自己自保啊 你们自己自保千万不要害到我 不要传给我啊 就最要紧着这一点 那22%坦白说 应该也是看到过去这一年多来 是不是 我们政局的这种变化这么大 你今天说我all in支持carry 那你知道过后几天carry 可能又做出一些你不是很喜欢的政治行为 那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再支持他嘛 所以大家也看到比较比较务实一点啦 所以说哎两边我都不要支持先 再看些怎么样 那可是这一批选民啊 坦白说啊 对于西门来说是很危险的 就是很多人就是这样 也不支持A也不支持B啊 就站在中间啊 在中间也不要紧不出来投票哦 不出来投票的时候 我看那个伤害比较大的 应该是西门那一边 是咯 对 ok 用最后的时间来聊一聊 马六甲 马六甲这一场周选 其实是大家都不希望 大家都不想要的这个选举 但是因为政局发展到 到那个地步就没有办法 你问国盟 我相信Bersad都不想要的 因为他都稳稳做政府嘛 问巫统 巫统都是首席部长的人 他也不想要 那么问西门的话呢 西门也觉得说 也没有必要去进入这一场的这个周选 他们最理想的方式呢 可能就是通过不选举的方式 拿下周政权 那么这一场大家都不想要的选举 它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一些朋友 包括我在内 我以为说很可能会以紧急状态的方式 来把它给干动掉 suspend掉 那么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不会有紧急状态的方式了 看来11月8号应该会如常的提名 然后20号会按原定计划来投票 所以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巫统他是占上风的 然后图团党的情况可能会很糟糕 虽然母一定放话讲说 巫统如果你不要跟我合作的话 你就讲一声 那么我们就打三角战 就像沙巴这样 出现巴里山国 跟地方的这个小党 那么可能马六甲的情况就是 巴里山 再加巴卡丹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 你觉得 我大致同意你的说法 首先巫统会赢取绝大多数的议席 而所谓绝大多数我也是说是超过一半 就可以自政了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 然后第二假如真的出现这种三角战 比如说 巫统对垒这个土团党 以及西蒙的某个政党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土团党就真的是自求多福了 他能够保住这个岸贵金 我看真的是谢天谢地了 我们先不要讲赢 我再强调能够保住岸贵金 人谢天谢地了 那么当然因为他们出来多多少少会分散掉一些选票 那么赢的是 either是巫统或者是西蒙的某个政党 是不是 那么我觉得巫统的胜算是比较大了 是了 所以巫统应该是所谓的有待巫统面对这场 这场的这个马六甲的周旋 唯一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所谓的变数的 可能是说这个伊斯兰党支持哪一方 是不是 所谓支持哪一方 其实也就是说到底是支持巫统 还是支持这个土团党 如果伊斯兰党是支持土团党的话 那么土团党分散掉的巫统的一些选票 就会更多了 那么巫统胜算就低一点 土团党的可以保住岸贵金的 那个程度也会高一点 是不是 如果这个伊斯兰党是支持巫统的话 那么这个根本都不用选了 巫统狂胜 包胜 三分二胜 是不是 所以就看是伊斯兰党的态度是怎么样了 是 所以伊党的态度 他还是想要做何事了 要让巫统跟土团党 来你们两个一起坐下来 不要吵 然后为了所谓的马来人的团结 大团结 那么一起把西蒙给怼掉 那么你们不要自相残杀 因为自相残杀的话 其实对伊党来说 其实对他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巫统把土团党干掉的话 伊党就少了土团党的这个靠山 那么就没有办法游走在这两党之间 那么现在伊党代价而沽 他的这个身价这么高 就是因为巫统跟土团党都需要伊党 所以伊党他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维持目前的这种情况 但是巫统就是不要 巫统就是要把土团党干掉 所以伊党他知道说如果土团党一倒的话 他自己也不会太好过 他就要独自面对巫统了 所以伊党他的这种左右逢源的情况 可能也不会维持到太久了 可能来到下一届大选之前 可能就要有一个了断了 对的确是在未来几天 这个巫统和土团党之间到底是真的是互相开达 还是好像沙拉越 沙巴那样沙拉上一次的这个周旋 就说能够达到某种选意了 在大多数的席位巫统选巫统的这个土团党 如果你是这样的选法 你看上次成绩不错 还成功的拿下这个周政权 是不是 如果当然了 巫统心里面可能也不爽 有一些席位本来都是我竞选的 然后现在要让给你 他不高兴 不过我觉得即便是巫统 就说将对垒土团党都好 巫统胜出的机会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可以有 我们可能有 会有两 我们两个可能会有这个共识 就是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 真的三角战土团党的情况 可能会很糟糕 那么这个糟糕 或许如果Muhidin没有办法 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去管理 他的这个党员的这个情绪的话 可能来这些大选 土团党真的会泡沫化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发生 不过很大的可能 就看这一次马六甲中选的情况 如果真的处理不好的话 输掉的话 而且输得很难看 那么土团党内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人要跳回去巫统 可能也说不定会有这种情况 是啊 如果你全部按规金不保 我是土团党也不赶快着楼 是不是 对 对 好 那么我看今天的这个 来 Ricky Link说 希望马六甲人民给公正党一个教训 让安华清醒好过来临大选的时候 才教训公正党 两位嘉宾你怎么看 我先讲我的看法 安华在这个课题上 但其实我不晓得他没有办法读到他支持者 特别是华裔选民的这个新生跟议院吗 还是因为他的这个师爷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接受这四人帮 因为四人帮能够为你带来马来票 那么华人票已经在pocket了 所以不用担心 现在你要的就是扩展马来票 我不知道是不是基于这一个的考量 所以他愿意冒险 当然最终西蒙是讲说 这四个人不会在西蒙的旗帜下竞选 但是之后的发展会不会往另外一个方向 就比如说OK 他们不在西蒙的旗帜下竞选 他们在其他旗帜下竞选 但是他们四个人竞选的地方西蒙不上阵 这也是等于尖尖的在帮他 所以我不知道说整个情况发展会往哪一个方向前进 不过至今安华在处理马六甲选举的这个方式 这跟泰都确实丢失很多分数 来胡博士 这其实主要是看这几位这四位所谓被叛了巫统 以及当时的政府的这四位议员 他们是不是能够赢回他们的议席 如果他们是在他们各自的议席都非常的具有身旺凝望 即便他们身处在任何政党他们都能够赢回 那么公正党肯定很欢迎他们 是不是因为他等于拿到四个位了 如果这四个人当初比如说假如是没有巫统 或没有土团党或没有其他西蒙的支持 他们是不会中选的 那么这些人他们个人都没有什么身旺 那么你拿回他们 你们不是拿回 你把他们拿过来 那么又有什么 就说有什么益处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OK 马来政客的思维跟华人很不同的 我们华人可以 因为我们华人可以经济上等等 我们能够自立 所以可以为了那口气 我就是跟你使过的 不选你就是不选你 然后我要投给反对党 我认可 50年都是反对党议员 我不要反对党议员 是不是 马来政客思维不是这样 我们很想做政府的 因为做政府很多资源 给大家拿来派 是不是 所以他们会很想 所以会想一下的 这四个怎么样 是他们自己假如有魅力的话 拿过来也不错 可以拿多四个位 可能可以做政府 那么或者是 他们这四个都没有用 没有了政党的支持 他们都不会中选 也不要了 是不是 所以我看公正党 可能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 还在挣扎 就是说 现在可能是在试一下 这些民意 看这些民意是不是很支持 这四个人 角度是很支持 那拿过来 反正我可以包胜多四个位 做吗不好 所以跟华人的思维是很不同的 华人是会认为 这四个种 简直是青蛙 政客 我死死不肯投给他等等 马来人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那种思维是不太一样的 是吗 也因为这个不太一样 也让西蒙内部空政党 跟行动党出现了一些 意见上的分歧 包括跟阿玛娜都有 意见上的分歧 所以这个东西至少 到目前为止 算是解决了 就是西蒙的主席理事会有说 OK四个人是不会在西蒙旗帜下竞选 所以接下来就看他们排出西蒙排出的什么样的一个阵容 那么还有这里趁着最后一个 OK 趁着最后时间来回答这个 川文官说 马六甲华语选民占多数的洗位才实习 西蒙不容易赢周选 加上华语选民投票意愿不高 西蒙如何赢呢 你怎么看 是咯 庄曼冠是我的粉丝来的 他其实之前跟我讲过这个问题 我就说 对啊 所以为什么公政党他会要再考虑是不是要接受那四个人 因为你为了你行动党的那四个位啊 而且你行动党就像你该也说 即便是有一些华人选民不出来 那四个位你行动党包赢的嘛 是不是 不可能说因为这样的程度变成马娃银嘛 那个是天方夜谭的事嘛 是不是 所以就说你为什么这样紧张 你让我考虑一下嘛 也许这四个人会帮我赢为四个位呢 赢为四个位你也可以做政府不好吗 他们的思维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哦 是咯 嗯 可能真的还需要磨合吧 就是 行动党的领袖的这个思维 然后还有公正党领袖的思维 找一个共同点 现在还没有找到 还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共同点 那么 我看一下 OK 西蒙里公正党和火箭已经开始有裂痕了 两位嘉宾觉得西蒙亚怎样面对第15届大选 OK 我先来 第15届大选的布局 整个大环境跟马六甲州选不一样 OK 这是第一点 那么马六甲州选是很focus的 就只有那28席 28个州议席 但是西来到全国大选的时候呢 就是222个国会议席 再加上500多个州议席 所以他整个的调兵潜将部署 那个策略会很大的这个不同 那么我相信西蒙会在第15届大选之前 把那些重大的矛盾给压下来 或者是给化解掉 但是如果说要两党之间完全没有意见分歧的话 那不太可能 因为两个党的理念 党组织 文化跟这个领袖的性格都不同 他肯定会有摩擦的 只不过那个摩擦是处在可管理的范围内 所以这个我倒不会有太大的担心 这个根本是政府那边的propaganda 就是说现有的执政员们那边propaganda 搞心理账 想要讲到好像火箭跟蓝眼好像已经发分裂了 肯定不是了 你自己那边的分裂 公开分裂 今天讲全面开打 这种分裂你不去强调 然后讲什么火箭跟蓝眼有分裂 哪里有分裂 对马六甲要不要接收那四位议员 大家有不同意见 对不对 这个叫分裂 你那边全面对打 你看这种 所以为什么 你一定要 所以国政那方面肯出钱去做propaganda 实在很减超的 西门这边很失败就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 全部是靠那种自愿者去自己上网去打网站 你那边是出钱用钱去买来打网站的 你这边靠自愿者 自愿者不用上网去卖东西 不用上网去做网拍等等 实在 所以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形容 肯定没有什么裂痕 这个全都是propaganda来的 哈哈哈 ok 好 那么最后一道是我这里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马华这一次会不会同样是全街覆务 他们会不会在一些议席重演 这一个单用BI的神话 还记得单用BI吗 2019年11月的这个补选 原本是土团党的议席 但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分裂全部在鸟行动党 因为拉曼拨款 因为这一个早鱼文 那么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同一个时间爆发 那么就让马华的黄日生 重新拿回单用BI 那么在这次马六甲周选方面 马华他会有作为吗 你觉得 还是同样会拿鸡蛋 我们讲客气一点 比如说马华要很努力 要更努力 是不是 如果能够保持这个 叫做什么 叫做 好像土团党这样 如果能够保持这个暗贵金 就应该要感到非常的高兴 所以要更努力了 我们讲得很客气了 ok 非常清楚 胡博书要传达的这个信息 非常客气 也非常的这个委婉婉婉转的方式 带出你的这个意见 收到 好 非常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 陪了我们一小时又14分钟 我们的直播就到此 结束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上 再见 拜拜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志峰 谢谢